sights conference hello hello 大家好 你好 unta 你好 好久不見 werd 對啊 都差不多 沒有了 差不多一月的時間 前幾個月 每一個月都來 澳洲 有個人 第二群大 분들이去參加些的 gemacht 其實也已經一個月才了 所以沒有兩個星期 Youtube Video 少了Youtube Video 是吧 其實我們都很努力 未來都會多些 會的了 我們都會很努力做多些影片 和大家分享多些簽證的 那個 information 嗯 那也是一樣 今天的 presenter 都簡單的介紹一下我自己 那都是Anita Anita是 based in 香港的 那他是專門做property 和migrations的在香港 做general manager 那我自己本身是based in Brisbane 那我自己是本身 昆州的註冊律師 馬來西亞的大律師 以及我是註冊代理的 移民代理的 那職業病 未開始分享我們的information之前 我都要講一聲那個 disclaimer 那今次的那個 簽證的宣誓 其實就是由加泰移民來準備的 這些資料供大家參考 那如果你要發給其他人看的話 都要得到我們的同意的 那繼續下來 就是今天要講到491 那491是 什麼來的呢 我只知道會加分的 我只知道會加分的 是啊 這個其實是最重要的 那很多 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們這裏技術移民 大部分呢 都要加分的 那你這個491 其實如果你是申請491 發EOI的時候呢 那你就得到15分 多15分 那你就多高一點分 那這些打分的那個visa 大部分如果你要高分 那你給邀請 申請visa的那個 chance都比較高一點的 那其實這個491 就是偏遠地區的一個visa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申請這個visa 拿到之後呢 就是要在偏遠地區那裏 住啊 做工啊 或者做生意 那這個當然呢 就是臨時的簽證 就是temporary visa 還不算是pr的 那你這個拿了5年之後 那你符合了它轉pr的那個 要求的時候呢 最快三年之後都可以轉pr的 那這個簽證要求呢 就和大家解釋一下 嗯 Be nominated 或者是sponsor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是nominated 就是state 你一定要submit你的EOI 那你submitEOI 那就要打分啦 那如果高分呢 那個state或者territory government就會nominate你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 sponsored by那個 你自己本身的親戚的 嗯 那當然啦 這個visa就是要 需要你45歲以下的 啊 講不講得切呢 如果40歲歲前 申請491 講得切 總之你visa application 審命之前是45歲以下的話呢 我們都可以趕得切 那最好就是為何啦 嗯 我們籌備那些 我不是說我44歲了 哈哈哈哈 沒有人說沒有人說 哈哈哈哈 是的 不過這個是一個 就是很多人都想問的 因為到了45歲 多幾個月 就要到了45歲 很多人都可以開始緊張了 哎呀 那我要到45歲了 我可不可以申請了 那這些 這些個案呢 我們會 跟你坐下來 跟你再談一談 都是沒有 OK 即是 It's not end of the world 是的 那打回65分啦 那英文要求都需要的 那英文要求這個呢 就是competent English 即是 雅思 IELTS 是六分以上的 嗯 那 全部都是要四個 Writing啊 Reading啊 是的 Listening啊 全部都要六分的 嗯 是的 以上的 那剛才講到 nominated 和sponsor 那 我也有touch到 by state 和 territory 或者是sponsor by relative 的 那這個nomination 就是 你要 submit你的EOI先啦 那你這個EOI 是要submit 給那個state 或者是territory先 你自己要選擇 是要去哪個state 讓他們 nominate你的 那其實呢 我們身邊的朋友呢 大部分都選擇了 那個 雪里啦 布里斯班 或者是 莫爾本的 那我這裡呢 都特別的 拿了這三個城市呢 來比較一下 那看一下 哪個state 它自己本身的 那個 要求是多少 因為這個EOI呢 它除了聯邦 就是澳大陸政府的 聯邦政府的 要求之外呢 那每一個州的 那個要求都不同的 那我們都要多些了解 那這個三個城市呢 其實都看到 New South Wales 和Victoria 都剛剛close了的 它的pathway 那現在正式還在開的呢 都是布里斯班 咦? Queensland 是不是? 好像 Queensland好像多些選擇 我看到 是啊 是不是很特別了 就是 在雪梨那裏有兩個pathway skill worker 和direct investor 就是direct直接 和那個state申請的嘛 那你看一下 Queensland 都有新的category 很特別 它有queensland universities graduates 和small business owners 那這些呢 其實都 我都覺得很有趣 很interesting 那我都想 我就是打工話 是嗎 是啊 是啊 因為491其實就是 偏遠地方 那個臨時的那個簽證 就是去那裏做工 那為什麼又出了一個 queensland graduates 和出了一個 small business owners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呢 那這個很多人都很覺得 真的很奇怪 491都有這樣的category 那我們再 就是 多一點了解它的 那個queensland nomination 它其他有多兩個pathway 那當然 university graduates 那當然你是需要在這裏 崑州這裏 100%完成你的courses的 那它每一個 你讀什麼 就是master PhD 或者是degree 它都有自己本身的要求 那我自己本身覺得特別 又有趣的話 就是那個 small business owners 那這個是有兩個pathway的 那你做完了你的那個skill assessment 就是你符合了那個聯邦政府的那個要求之外 那你如果是選擇small business owner的話呢 你可以有兩個pathway 第一個就是你賣現在已經有的那個business 那這個business是已經開始operate 兩年的時間的了 那這個business就是最少就是10萬元 你買的時候 那你要請一個本地人在這裏 那其實這些就是有些人 就是我們身邊有很多朋友都想著 啊來到這裏都不知道找到工未 或者不知道想做什麽工 那其實都可以選擇自己做生意 那再下去呢 就是剛才有說到skill assessment 那這個skill assessment到底是什麽來的呢 那因為這個是regional area的那個visa 那當然他自己本身的skill occupation list 他的職業清單呢就有不同的 他有包括三個清單 medium and long term strategic skill list regional occupation list 和short term skill occupation list 那你的職業呢就是在這個其中一個清單 就可以做skill assessment 那就可以因為不同的那個skill set 有不同的那個authority 幫你給你做評估的 那清單是否每個state都不同的 啊是啊你都要選擇 那你選擇入了這個skill occupation list之後呢 你會選擇另外一個state 看自己本身在哪個state 倒流啦 那如果你是選擇在new software state 或者是昆州state 他們自己本身都有清單的 那你的skill都要在他自己本身清單 那你的skill都要在他自己本身清單 啊是啊是啊 有些複雜 說起來很簡單 是啊是啊 那這些都要特別的去注意的 那如果你拿到一個skill assessment 你想留下在昆州移民区昆州 那你的skill是不是在昆州的清單裡面的話呢 那你EAY那裡就不可以申請在昆州 你可以找其他州 就是這樣了 skill assessment 那其實呢 那給我們知道 有些什麼項目 先 你最熱門後啊 是啊是啊 我們這個491 Plan 這個491 Families Sponsor呢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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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的 呢 你會看到哪一個occupation 是有得到那個invitation的喔 那你申請オンshow オンshow 都好 那還有他的分鎖 你會看到這裏大部份的職業都是關於 Health Professionals 的 就是Nurse, Registrated Nurse 或者是Medical Practitioners Occupation Therapist 這些都是Health Professionals 的 另一個比較普遍的 就是Child Care Center 或者Early Childhood Pre-Primary School Teacher 這些都是比較熱門的 我看到餐廳的咖啡管理系統 都好像是在領域的 都有的 不過Health就是比較熱門的 其他行業都有的 不過我們可以幫你查 如果有朋友喜歡 或者想研究多些 看看他的職業有沒有可能 其實我們也可以幫你看看 是不是在領域裏面 是啊,你可以找我 或者找Anita 我們可以坐下來幫你看看 到底哪一個職業 是比較適合你的 嗯 那之後就是65分 那我怎麼抽這個65分呢?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打分表了 你會看到你的年齡 你會看到這個491 越學生或者越多分 英文比較高一點的話 都比較多分 那最重要的是這個491 你看一下低學 如果你申請491的話 你有多15分的 那有很多香港朋友 其實都很技術的 就因為有些 可能他不是在澳洲讀書 或者沒有在澳洲做過工 所以他打分數比較低 那你申請這個491的話 你有多15分 那你機會都會比較高一點 嗯 那當然了 這個Visa application process 到底是為什麼的呢? 那剛才就是要審讀EOI 那你審讀EOI的時候呢 我們都是advise 我們的客人就是 Visa application ready 就是所有的documentation 都ready之後 我們審讀EOI的 那審讀EOI呢 那就會州政府呢 就覺得如果你的分數足夠的話呢 就會invite你申請那個Visa application 當他invite你的時候呢 其實你有60天 那就是grana 很簡單的四個步驟 那491再轉去191的了 那怎樣轉呢? 其實是不是很簡單呢? 看你的要求其實也不是很多 如果你491住在regional area 三年之後 那你又provide你的notice of assessment 三年在澳洲這裏住在regional area 那你就可以轉去191的了 那你就可以轉去191的了 就是這樣嗎? 這個好在就 這個分別就是沒有那個income的requirement 那就好很多的 比起其他大城市的話 是啊是啊 因為之前income的require 就是其他的Visa 他們都有minimum threshold 或者tips meet 這個是沒有的 那你最重要就是要給ATO你的notice of assessment 那其實就是可以 不需要做一做 可能很chill的 喝杯咖啡做一做 做20個小時那又ok 都ok的了 吃下的蛋糕那 那你都說了這麼多 那最重要就是那個錢 到底我的費用是多少呢? 申請這個Visa application 那當然你做state norm的時候呢 每一個州有他自己本身的application fees 幾百元到 這樣就看哪一個state 那你自己本身的Visa application 就是四千多塊的網絡就是491 嗯 那這個價錢呢 是每一年他都會增加的 大概是2%到6% 嗯 是這樣的 那我們這個Visa information分享就到這裡了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關心呢?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這個問題 那我都想問啦 那可能這個Visa 我聽上去都很吸引 又可以買生意這樣做 就是不需要一定要跟人打工 那我都想問 是不是全家可以一起移民的呢? 又是 可以的 可以的 那在這裡呢 我回去看一下Visa 申請費用 這裡 嗯 你Ming applicant 你Ming applicant 符合了你的Visa要求之外 你可以帶你的老婆 或者你的partner 你的弟弟 小朋友一起過來 跟你一個application 一起申請過來的 那小朋友當然就是18歲以下 嗯 嗯 都想問多一件事 家人過來的時候都一起做 都可以做工 嗯 都可以做工的 就是不可以 不需要說 可以可以 那這個好像很吸引這樣 比起其他student Visa 之後 dependent 就是又可以 可以做工啊 這樣 但是 沒有限制 嗯 沒有限制 那我都是關心這個 我都想了解多一點點 那個business那件事 做生意那件事 嗯 那我們做那一行 是不是 譬如我做完skill assessment 那我譬如是做護士的 那我是不是一定要找一些 related護士的 health的工作 或者生意呢 嗯 不需要的 這個是好事 就是not necessarily related 嗯 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skill occupation 和你做了 你的skill assessment 之後 即是once 其實我拿了491 那我就看一下 我走哪個pathway 之後就再去 去斷定 我可能在regional 想賣個business 那 又或者在regional 地方 想好 喝杯咖啡 喝杯酒 這樣 就過生活 都ok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但是 會不會說很難 可能很多人都會很concern regional地方 始終會不會 是不是很難找工作呢 如果他們真的 其實 不會很難 就是 但是 如果給我選擇 可能我真的會 買一間cafe 或者買個 小的餐廳 sandwich bar 這樣做都ok 自己打工 好過和別人打工 是嗎 是啊 生活比較有閒 嗯 嗯 那十萬元左右 那其實你們 會不會 那邊有沒有recommendation 介紹一下business 我們 當然有 這裡可以幫忙 介紹一下 我們手上 是啊 那因為我覺得 最多人 會有興趣 就是其實 可能真的未必想 和別人打工 那這個是真是一個 在坤州來講 是一個很特別之處 就真是 可以買生意 那就留下 那其實我覺得 挺好的 是啊 是啊 可以 有得想 我先看一下 還有沒有 有些朋友仔 問我們 我看看 是啊 那我們剛才 就答了 對了 那如果是regional 怎樣去證明 我們是regional呢 怎樣證明 我們是regional 地方住 就是 我是要有住址證明 還是怎樣去證明到 我真的住在regional地方三年呢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你的utility bills 或者你做生意的地址在那裏 總之你要證明你住在regional area 你住在那裏 你的driver license的地址 這些都可以證明的 真的有很多很多文件 都可以幫忙證明的 嗯 唉 那些文件這麼複雜 都是交給Claire你搞吧 好 歡迎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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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想 技術測試的 list 又有不同list 不同stay又不同 所以都幾複雜 是啊 其實就是 是啊 即是你坐下 和我們坐下 在一起 我們會幫你 go to 你的list 是哪一個 技術測試的 authority 是怎樣走 你分數幫你打分 就是不要打錯分 嗯 嗯 不如這樣吧 我們看看 今天差不多時間了 那如果有些朋友想問多些關於491的visa 我或者Claire 都可以聯絡我們兩個 那我就在香港 而Claire就在Queensland 那你快點幫我們找多些生意了 Existing有些什麼生意 好好好 我看我看 ok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裏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了 嗯 ok 好 拜拜 謝謝 拜拜 拜拜